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 Stephen 接下來入秋,都是一個吃蟹的好貴節 四周圍都有很多大閘蟹套餐、大閘蟹放題 我今天帶大家來到銅鑼灣利源區 兩間都頗高級的中菜餐廳 試試一些大閘蟹宴 在利源區都有很多不同的秋季蟹菜餐 無論是新派菜、傳統經典或不同國家的菜式 例如中式、日式、月式、甚至米芝蓮的餐廳都有 所以如果大家吃大閘蟹 比起其他商場就有更多的選擇 數數數數,都有十多間不同的餐廳 同時在銅鑼灣的地段是非常方便 所以如果大家來到銅鑼灣利源區 其實都是吃大閘蟹的好地方 大家來到十里洋場 他推出了一個金秋大閘蟹響宴 吃大閘蟹有時會放題 但我個人都覺得比較趕緊 而且要吃美麗的大閘蟹 我都比較喜歡吃套餐 因為又可以慢慢闖到可以放鬆一下 和朋友一起吃 而且最主要是整餐不會太吃 通常套餐都有一隻大閘蟹 再加上其他小籠包和精緻一點的菜式 今天這間十里洋場 亦都不例外了 是八道菜的一款套餐 套餐是998元一位 但現在是在做半價優惠 二人同行一人免費 這個優惠其實都非常吸引 他當然要塗錢加一等 但不要緊 我幫大家計好了 如果大家過來二人同行一人免費 這個套餐 買單套餐631元一位 所以這個套餐631元有八道菜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了 這裏其實都有一款花雕酒 可以額外散叫 50元有100ml的花雕 一些Sake糊 有些熱水是坐著花雕 花雕酒的作用在吃蟹 其實最主要是帶出蟹粉的味道和金香 它一倒出來 其實香味已經慢慢滲出來 未吃就開始是整個胃口帶出來了 我們第一道菜 淮揚四小品 金銀蛋蟹肉凍 還有一個杭椒南非鮑魚 醬香豬頭肉 還有華梅涼瓜 我可以說是幾開胃的一個涼菜 特別我覺得有特色就是這個金銀蛋蟹肉凍 我們吃金銀蛋現菜 皮蛋和鹹蛋 金銀蛋讓進入蟹肉凍 有些蟹肉在裡面 然後再放進雪櫃冰 好像一塊啫喱的狀態 感覺上就好像有些大菜糕 但裡面就很特別的 有金銀蛋也有蟹肉 層次感就很豐富 還有一個就是華梅涼瓜 我覺得其實最主要就是華梅涼瓜酸酸的味道 就跟我剛才的花雕酒一樣 帶起了你的味蕾 就是幫你準備之後的菜式做法 十里蟹黃刺 這個就是吃這些羹 我通常都會看它的質素做得好不好 有時會開得太稀 或者太稠 今天這一款質地就非常飽滿 始終它有蟹粉 還有蟹的味道非常之突出 而且真的做了主角 不吃刺的 其實都有選擇的 可以做一個蟹黃花膠筋 同樣都是這樣的做法 料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分別 其實一筆上來的味道也是很香的 還有一個蟹肉在這裡 所以有蟹糕蟹肉 整件事都是很配合的 我今天就這隻蟹 也是剛剛在廚房大廚 是立刻蒸出來的 這隻蟹 大閘蟹就很講公拿 我知道餐廳這方面 現在就提供全部都是公的蟹 這個一定要清晰 因為我自己都很講究 蟹跟蟹糕蟹肉香味全部都有分別 蟹蟹第一次就是吃它的黏性 就是我們沖之為的白糕 這就是蟹蟹才可以吃得到 很容易看的 這裡尖端已經是蟹蟹了 吃蟹最重要是把蟹拿出來 蒸完之後 你已經看到蟹膏有沒有滲出來的位置 還有這個位置把蟹膏按下去 有一點點回彈性 有回到蟹蟹的重量 一路撕出來 你看看 蟹按出來 我通常一定要剪掉 吃的時候一定要乾乾淨淨 這樣剪掉 撕開出來 嘩 你看 蟹膏也很金黃色的 這裡 這些就是白糕 只是蟹膏才會有 就是這些位置 是很黏的 這些 如果喜歡吃蟹膏的 通常都是這些位置 我自己也是喜歡吃這些 哇 黏到不得了 這些 心就在這裡 它無端掉了出來 不用我找它了 這個是超級寒涼的 挺漂亮的 我叫做來說 因為今年其實大家都知道 大閘蟹來貨供應都很緊張 這些其實算是不錯的 最重要的是這個 還有新不新鮮 剛才也說過 它的顏色也是挺漂亮的 然後下一個 我跟進廚房 跟大廚 叫做偷阿絲 請教客 怎樣做 蟹粉 脆皮 白花 就是花樣花膠 本身師傅會用蝦仁 去磨到一個融 然後就用一個摩打手 再加一些蛋白 發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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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它就起膠 很快三兩下手勢 它已經是打到起膠 然後就把蝦滑 放上那個花膠袍 原來很帥 很特別 整塊拿到一個鑊裡炸 這裡其實酒樓 通常他們用鑊的溫度很高 一般家人未必做得到 師傅把油溫推到最高 然後關火燈 慢慢降溫 所以它下鍋的時候 就把花膠連著蝦仁的滑 一起炸 這樣就兜兩下手勢 很快就可以上碟了 而最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它加了蟹粉 不用本地把整塊放上去 一上碟的時候 炸到很脆 整塊的東西 超級澎湃 這個蟹粉放在上面 留意一下 中間就有個蝦滑 還有底部 其實是一塊花膠扒 還有聽師傅說 它今天用了江蘇的大閘牌 所以蟹粉的味道 挺強勁的 哇 真好吃 炸的東西 有時候花膠扒 有火腦控制的不好 它會硬的 花膠扒很軟滑 再加一個彈彈的蝦滑 而上面是很濃郁的蟹粉 這個真的挺特別 這個菜有一點創意 華陽蟹粉鮭魚絲 這份東西就是考師傅的刀工 最主要是把鮭魚 起了肉去切一條條的絲 再加蟹粉 是下鍋快炒的 都挺特別的 這個感覺 就來得比較輕鬆一點 吃進口 因為剛才那些就比較重口味 有些咬口的 其實它不會太軟 全部都是蟹粉 裡面有一些帶子 有些露筍 再放進去焗 還有蟹粉混在一起 這樣焗 那麵面就是蟹粉 原來有很多蛋白 裡面還有帶子和露筍 最主要是吃菜膀蟹 蛋白一定要夠滑 這裡其實也是做到 因為它是 都是用焗的方法去做 它就不會太老 那個蛋白 最後整頓飯 其實這個位置都開始非常飽 到最後每人一份好滴色 我覺得這個份量很合適 有些蝦人和蟹高分度 但相對來說 這個飯很明顯是清淡一點 少少飽肚 有些男士吃蟹都覺得夠飽 其實我自己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加一個飯 整個套餐會比較舒服 整個套餐 最後還有一個湯圓 我自己很喜歡吃芝麻湯圓 而且吃蟹要什麼呢 就是薑茶 這個也是 芝麻湯圓 它都是舊薑 芝麻湯圓 底部都是薑茶 初初第一口好像沒什麼料到 但兩三秒就開始來了 那些薑 都蠻厲害的 整體來說 整個蟹宴都很豐富 而且我覺得最考心的是 我覺得師傅 有想過做不同的菜式 不同的層次 去融入 即是跟蟹粉和蟹膏融入 其實這裡的位置都很緊張 如果大家來試一下這個餐 就是預早電話或者上網預訂 下面info box都有詳細資料 好了 吃完這個十里陽牆 來圓區還有一間餐廳 做一個非常之不錯的蟹宴圓 我再跟大家去看看 第二間餐廳我帶大家來試一下 另一個大閘蟹套餐 就是來到這間西縣 就在離圓區的一旗五樓上面 是一間挺有歷史 還有挺有名的餐廳 也是有名做一些傳統的經典粵菜 招牌菜 例如一些叉燒 另外爵士湯也是很有名的 試一下這個大閘蟹套餐 它總共有六個餐廳 包括小籠包 另外大閘蟹粉會生翅 隔水晶大閘蟹王 這裏是一隻五兩左右的大閘蟹 還有蔥烤療心鵝掌 大閘蟹粉道庭麵 還有薑茶湯圓 這個套餐是11801位 我也會試一下它兩至三款 一些特色的小菜和大家分享一下 當日廚師狠道 不如聽他講解一下蟹粉的製作過程 首先要煮熟蟹 用一些器皿把蟹粉刮出來 然後再拆些肉出來 做好所有材料 然後再把蟹殼煉蟹油 然後再拌回蟹 這樣就香了 我們就用一半工一半拿 我們全部蟹肉都是生拆的 這個禮拜起碼拆了100斤 只是花蟹 要100隻蟹蓋 那些人一吃就能吃到 因為我們用品質去保證我們自己的水平 有些東西一定要用最好的 我們就要用最好的 剛剛也碰到廚師 他跟我說 其實西苑這裏 對待蟹粉是非常認真的 全部蟹粉都是生拆的 全部都是時間和心機 吃到比較傳統的味道 所以這間餐廳的基本功是非常紮實的 一開始我們就有大閘蟹粉小籠包 一夾上去是金黃色 就是剛剛滴出來的 全部都是蟹粉汁 挺誇張的 這個小籠包的皮都算薄 這個小籠包就用了很多蟹膏和豬肉 拌勻去做 第二份就是大閘蟹粉會生吃 這個最主要是吃蟹粉 裡面的材料蟹粉 原來有很多蟹肉加起來 也有很多蟹膏 而且調校好蟹粉的質地 是很濃郁很甘香的 整體吃出來的味道都是很滑的 套餐裡面的王牌 主角大閘蟹 這隻都蠻聚手下的 同樣我自己的目測都是足不兩 蟹公蟹拿 大家可以選擇的 這間新西縣 今天我們就因為這個時間 我們就選擇蟹公食 但這個可以跟餐廳說回你自己喜歡吃哪一款 一開這裏都見到油 在這個位置迫出來都是 哇爆到 你看這裏 厲害 蟹膏你見到佔比例都幾多 兩邊都是金黃色的 好漂亮 五兩蟹 始終都會飽滿少少 以及今年大閘蟹的產量少了很多 所以這款五兩蟹都算不錯 像鹹蛋黃一樣 還有很黏黏的 唯一一個沒有蟹的元素 就是這個 空烤療心鵝掌 這款是用了療心的 這個療心很大 這個質感也是很爽彈的 很大隻的鵝掌 它也燜得很軟 整個煲 很夠溫度很夠時間 你看到鵝掌已經散了 這個煲本身的色水 汁也很濃厚 還有大蔥在裡面 它的味道有點像包汁 療心鵝掌 其實是一個非常傳統 或者是一個高級粵菜的必備 吃到尾聲 其實大家如果想再飽肚一點 它這裏也有一個稻亭烏冬 但就用了很多蟹粉去拌這個稻亭烏冬 整個烏冬都滲了蟹膏 所以看到是少少金黃的烏冬 它盡量不會用湯 因為蟹粉要掛著道庭烏冬 這樣吃才好吃 如果你放在湯上 整件事就不太配 最後也有一個薑茶湯丸 作為一個圓滿的總結 薑茶湯丸的湯丸是芝麻湯丸 薑茶同樣也挺衝擊的 就是這隻薑茶 多了兩款都可以是西圓的名菜 就是蛋白蒸龍蝦球 上面就有一個玻璃的芡汁 底就是用蛋白去做 然後上面放龍蝦肉上去蒸 蝦子柚皮 這個工序就非常多 啤水要浸 又要去除柚皮的苦澀味 所以時間和功夫都很足夠 很漂亮 上面的蝦子也很多 這個很厚 原來這個時間都很軟 很香 再加上蝦子 下面就是蛋白 上面就有鹽汁包著 所以就看上去 亮亮亮的 好像玻璃 上面有一層玻璃 透明的啫喱 包著龍蝦肉 加上蛋白一起吃 龍蝦就彈立 有鮮甜味 整個套餐我覺得 感覺會有些不同 因為這間餐廳 標榜都是師傅的工價 心機和功夫 整個套餐裡面 其實都會吃得出 還有它放的份量 都真的多 所以我覺得這一類型的酒家 真的有它的捧場在走 提醒大家 西縣這個大閘蟹王魚翅餐 其實可以在 Lee Gardens的High Platform 找到 現在新會員 更可以在結帳之前 輸入優惠碼 立即向有50元的營身優惠 詳細的資料 在影片的Infobox 都會找到 今次我介紹了 荔園區 即是兩間 專門吃大閘蟹套餐的 兩間高級粵菜 其實在荔園區裡面 都有十幾間餐廳 提供蟹的Menu 所以如果大家還未找到選擇 可以過來銅鑼灣 荔園區裡面 看看有哪些餐廳 適合你吃 今天介紹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讚 還未訂閱 快點按訂閱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就這樣 拜拜 中文字 distint 字幕太原來是 軍修正 夢幻 数字架 我們來看 responders 由按炭蟹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